廣西姑娘黃靖自幼學習繪畫多年 後被江西錦德鎮陶瓷藝術學院錄取 畢業之後她又遠渡重陽 來到加拿大著名的 西瑞腾藝術學院 繼續陶瓷藝術的學習深造 當時就覺得北美這邊的雕塑 是我喜歡的一個方向 而且材料其實就是國內的材料 就是國內的泥土 跟國外的泥土也很不一樣 所以我就想說多一些經驗 能夠就也 而且學藝術本來就是出來走一走 也是比較好的一件事 就開闊一下眼界 黃靖的作品 已然展現出东西 兩種文化的色彩 它的陶瓷技藝 一如過去一樣精細巧妙 但在創作理念上 則空前的大膽自由 做的時候我就一心只想著 我怎麼把它完成 怎麼做它 這個形式是什麼樣的 然後最後上顏色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我怎麼樣能夠讓它 把它變得更好 但是我其實多半比較喜歡 那個想法就是 在我手上實現的那個時候 我可以讓它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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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讓它變得更好